就是把那个考核的部分完成 考核因为有三个 所以你可以用Average把它做平均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相加除以3也可以 那我们首先当然先查第一个 假是几分 我们先查假是几分的话,一样用V凡数 那查什么呢?查这个假 它的分数应该是按F3好了 那其实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烤平,一个烤基因 但如果假设不知道没关系,你可以先选其中一个 比如说你选烤平看看,烤平看一下 它是A,所以不是这一个 那不是这一个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你想说删掉在按F3 它这个就不会跳了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如果假设你选错 按F3它不跳 那怎么办?有两个方法,一个你自己打 烤基 但你有时候它打错,不然交个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游标移到这边来,再移回去 这个时候你按F3 它又可以按 所以 移开之后再回去 就可以了 不然有些同学实在是在这边卡住了 我们重选一下这个 它是不是假?对,这个有假 然后要选 一定是查第一栏 所以它查到之后的话,要把第二栏的资料带回来 所以它得到是85分 然后呢,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输入0 好,按确定 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 比完了就是 查到第1个成绩 那还有第2个跟第3个 可是你会发现第2个跟第3个 其实 它的公式跟 刚刚这个好像没有差太多 因为第2个好像只要把F3改成G3 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呢 把它改成H3 把这边 改成 烤平就好了 所以哦,其实再来 只要把这公式再减下 然后算平均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用那个 统计类里面的第1个 Average 这一个 等于是平均嘛,或者你用上面有个平均也是一样的道理 统计类里面的Average 平均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把第1个成绩给它 这个就是 这个成绩 再贴第2次的时候呢 再把这边改成G 有没有,F改成G 那就是查 的是第2个成绩嘛 那再贴 贴的话呢,就是再把这边改成H 那并且把它的对照表 改成烤平就可以了 所以 等于第3个要改两个地方 把这边改成烤平 当然你如果要 除了要自己打之外啦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它Delete掉 然后你再按F3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不要自己重打 我Delete掉 然后我按F3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可以 点两下 烤平一样会过来 所以哪个方法你比较顺手就用哪个方法吧 都OK 好,那最后的话就会帮我平均结果 按确定 好,那这个的话向下填满 这样就平均完了 那比4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那这个可能要自己打公司 你必须要点上面资料编辑也等于 先打个等号 因为要计算嘛 他的这个 比4的成绩 乘上 30 然后我们要乘0.3 乘0.3 再加上什么呢 这个的成绩 乘就是星号 乘上0.7 好,那公司就算完了 所以这个成绩 乘上0.3 这个成绩乘0.7 然后把它打勾 这样就OK了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 所有的成绩反正都是一样的比例啦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 反正向下填满 他就把比4成绩呢 统统算完 那合计的话跟比4很像 就是一样在上面再点一下 他的公司就等号 等于什么呢 这个成绩 乘上多少 0.6 上面有吧 60% 再加上呢 这个成绩 乘上 0.4 OK好了 算完了 打个勾 上下填满 OK好 然后呢 名次的话呢 就一样 还记得吧 之前还用过 统计在里面的 Rank.eq 所以这边的话呢 找到那个Rank.eq R开头这个 然后呢 他的成绩 跟 这个里面所有的 所以游标放在 M2 不是M2 应该M3 然后 Ctrl-Shift向下 让他选到底 选到底的话呢 柱砖是40 然后记得 请你把3跟40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因为呢 等一下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因为这个范围 就是你要去比对的一个参考范围 OK好 所以这边记得加一下 然后按确定之后 那名字就算完了 向下填满 这样就可以统计出来 所以如果假设要 找出 这个职称里面的哪一些前三名 可能要 可能 总经理要清点一下 看哪一个人比较优秀 所以你就可以把 名字前三名的人 资料就可以交出来 成就算完了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 你会发现 还有领主 办事员 助理员 你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这个 三个 跟这个的公式的位置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你把它Ctrl向下 这个到40 那领主的话呢 Ctrl向下 这个到101 办事员跟助理员也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刚刚做了公式 总共有七个栏位 我希望把它复制到另外三个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就是 你先选助装 按Shift键 再去 点助理员 Shift键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连续 帮你把七个 工作表全部一起选起来 那选完之后呢 如果你要把公式复制过去的话 记得 很简单 你只要 再把刚刚的动作 不用重新做公式 只是你需要在 你刚刚输入公式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资料编辑 记得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把 这个公式 复制到另外 三个工作表 的那个位置 OK 所以打勾 一个嘛 所以要做七次啦 因为我们刚刚七个栏位 两个 三个 都做一样的动作 有不要点到那个 然后再打勾 这样就OK了 所以要做七次 那你说老师 不要向下填满 跟各位讲 你打勾之后 之前我们不是向下填满 对不对 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只会参考第1个 所以只会跑到第40 那就出错了 因为底下不是有101 底下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copy它 copy它完之后的话 最后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四个选取状态 把它 取消 怎么取消 取消不是 你选这四个都不行取消 你一定要选这四个以外的工作表 点这边一下 取消了 那你再点回来 领主 那你会发现公式就被你复制过来了 那再来你可能要手动做一件事 就是你 还是必须要自己向下填满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向下填满 你不能 在刚刚的地方做 因为它的 向下填满的位置不同 所以变成这样 你变成要自己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 就把这些 把它 向下填满 还有个地方可能会出错 哪个地方 这边是40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 应该就不是40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自己改 那个应该要 这个样101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 看一下 这个地方变成你要把公式的事实 改成101 这样 向下填满 那这个0组OK的 那办事员一样 所以你这边一样把它向下填满 那等于是做 复制7个 然后呢 这边一样把它7个 全部做完 然后 然后 一样的动作就是 排名的部分 有没有 这边是40 可是我不知道说 最下面就是65 所以你Ctrl向下 看一下是65 那你把这个公式 手动改一下 这个就变65 打个勾 OK 再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就是123 4 这边向下填满 其他都一样 不过你会想说 这个有点麻烦 如果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虽然也不算太 再花时间 可是如果以后呢 我希望能够 最好是写个VBA乘式 按个按钮 全部完成的话 那会更好 对 这个是下一次的组 组 就是 如何 可以把这些动作全部一键完成 所以我会得到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清除 旧的 一个按钮按下去 就会把刚刚所有的 甚至可以 四个工作表同时都完成 跨工作表的事情 OK 这样的话感觉效率就大大提升 这个可能要 这个也要查一下 这个是22 所以这边一样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改22 不过如果你会写VBA 刚刚做这件事情全部都不用 写完之后两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完成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 按钮 致